卫生部在全国检查中发现 94,275名食品从业人员中 多达14,457人没有注射抗伤寒疫苗 占了15.3% 接种伤寒疫苗是为了防止个人以及他人感染伤寒沙门市军 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这项数据是根据今年1月到6月检查中得出的 检查中还发现有910家餐馆因为卫生环境欠加被勒令关闭 声明中还指出卫生部根据1983年食品法令第32-B条文 总共向有关业主和食品经营者发出了将近17,000份通知 如果在勒令立即关闭任何准备或出售食物的场所超过14天 将有可能抵触1983年食品法令第11条文 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不超过5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总共用到少数只可把写材用来 总共用到少数只可nel 杀费部份订低关门 总共用到少数只可考虑 三十五分之少 十五分之少 专门下车